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调牛肉馅的技巧 不腥不柴,鲜嫩多汁 可以制作各种饺子,包子,肉饼,馄饨等等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小料 网中放入少许葱姜,花椒,两个八角 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葱姜花椒水是调肉馅的必备 泡好晾凉以后备用 接下来熬一个料油 准备少许姜片,大葱,洋葱 两颗八角 一小块桂皮 两三个豆蔻 一小勺花椒 锅中倒入普通植物油 油温烧至将其冒烟时放入小料 开中小火将小料炸出香味 炸至小料由少爷变成老太太 全部金黄以后捞出残渣 这个残渣最好不要扔掉 煮肉的时候放一点味道非常香 晾凉以后放到袋子里面冰箱冷冻 用的时候取一点非常的方便 熬好的料油用不完也可以用来炒菜 熬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不用再放油 用熬料油的底油 放入半勺甜面酱 开小火将酱炒出香味 炒至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稍微晾凉备用 准备一根大葱用刀切碎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倒入少许香油 香油就像一种魔法剂 与大葱相会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主角登场 花40块钱买了一斤多牛肉 可以让老板娘提前搅好 不想麻烦的可以手剁 最好稍微拆一点肥的 纯瘦肉吃着不香 首先放入炒好的面酱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并不影响味道 搅拌均匀以后分三次 倒入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记住千万不要放料酒 放料酒会发不出来 做出来的味道会很怪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使肉馅充分吸收水分 这样吃起来才嫩 一般一斤肉馅需要放150克到200克葱姜水 具体要根据肉馅的肥瘦程度 肉馅肥稍微少放一点 肉馅瘦的话就多放一点 随机应变最高境界 打完花椒水的肉馅看起来就很舒服 嚼至插上筷子不倒是即可 接下来开始调味 根据个人口味放入适量的盐 一般情况下一斤肉馅放5克盐 放入一小勺生抽酱油增加味道 一点点鸡精增加香味 少许白糖同样提鲜 少许胡椒粉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葱花拌香油 放入半勺提前熬好的料油 再次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牛肉馅就调好了 用这种方法调的肉馅鲜嫩多汁 不腥不柴 如果不好吃您提着肉来找我 调好的肉馅可以做馅饼 包子 饺子 那真的是嗷嗷香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超子点个三连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考 33